中国文化对柯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毛利一家只要猪银饭了 逼去中餐厅下馆子 再加一瓶变身水老白干 酒醋饭饱后 还得来个修长城 就连毛利的最强厚薄井 也全靠我国的针灸大法 正逢国庆 一起来盘点一下我大中华的文化输出 首先就是柯南里的中国美食 柯南最爱小笼包 黑鸡最爱 麻婆豆腐 北京烤鸭也少不了 但就害怕加了米花特产 有杏仁味 最具特色的菜还是丸子 比如这道 但普通话教学还得看毛利 连追凶手都要中文输出 这一波疑似国粹泄露呀 而中国的远古传说 更是对柯南影响巨大 甚至直接决定了暗静的走向 例如童年阴影悟天狗 中国人把一些流星称为天之群 认为行星坠落是不吉利的征兆 所以小日子认为 天狗是怪异现象幻化出的妖怪 直至985级 宁可都还在用无天狗的故事 可谓是靠中国传说养活了动画族 中国的远古神兽也颇具影响力 原子家为了防止基德小偷 吃巨子请来四大神兽 用猪雀 白虎 犬武和金龙来镇守钥匙 麒麟来开收宝物 可还是没防住基德 毕竟基德是学穿剧变脸的 但说到文化之处最牛的 还得是我国的文学著作 那四大名著 估计米花人手一份 在同名影影帝丹小学那集 凶手用西游记的人偶来代表主角团 布美是唐僧 广野是沙尸帝 元太是八戒 柯南则是悟空 不得不说 编剧对西游记研究得很透彻 布美每次都像唐僧一样被绑架 其余三人被迫前去相救 广野和元太还非得葫芦娃救爷爷 一个一个送 除了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影子也频频出现 可以说许多高质量大案 灵感都来源于三国 有一期连续纵火案 凶手极其狡猾 让黑白双煞苦不堪言 但每个现场留下的关羽和赤兔马 就成了最终破案的关键 还有一集 被称为最难破解的案件 死者生前留下的赤壁之墙作为线索 可难住个亮夫身才破解迷奇 最后更是用一招空城镜抓到了真凶 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加持下 才让推理剧情入目三分 但除了统林音影和玄疑 中华文化也有浪漫的一面 内夜正值牛郎之女交汇 在我国东方的某一扇窗边 小兰也在思念着她的心上人 想着对方 是否正和自己凝望同一片夜空 柯南回答 心意个个也会像牛郎一样 永远等着她的爱人 可以看到 中华文化在民客中无处不在 从吃中餐 穿起包等衣食住行 再到听传说 用古迹等思想高度 足可见 中华文化的影响多么深远 曾经核实 我们一度认为日满足好与国满 但即使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日满 其中也出现了不少中华文化的影子 连外国人都如此欣赏我们的文化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心事 从中华文化中衍生出的国满呢 今天 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对柯南的影响 明天 我们将看到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无论是国满还是文化 都值得唤起我们的名字自信 最后 看完视频的国人 记得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若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若文化